让你心中充满爱 不让生命受苦 占来一切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 共同救护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成普提心 亲生丈夫 宇宙境界无有障碍 入自种姓 除生住子 离世生发而现受生 神通变化方便挑夫 主事一切无非善求 这是讲这一段呢 是讲的的 以佛所得平等的德 以佛所得的佛德德 因为菩萨重出发菩提心 出发菩提心 实现位不算 没有住位 都出住 发菩提心 从出发菩提心以来 追求的 所要求的是佛果 佛果就是圣丈夫 但是现在菩萨已经成就菩提心了 达到佛一些平等境界 这样子才与宇宙一切境界相啊 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那么这些个大菩萨呢 都入了佛的至宗性 至宗性 从至宗性 产生了一些智慧 就是以着佛的清净自 使发菩提心 到终究成就了佛的种子 那么成了佛的种子之后 所产生的 一切智慧的妙容 就是宇宙景界没有障碍了 因为什么呢 入至中性了 从日子中产生一些助治 所以对离世间生灭助法 但是尔现受生 离世间生灭法了 不受世间的生了 但是菩萨 要立于众生故 而四限受生 神通变化 唯妙漂浮 如是一切 无非善巧 这就是 从发菩提心 一直到成佛 所产生神妙妙容 乃罪动众上 都是善巧方便字 这个是说着 众生跟佛平等 发了菩提心 乃至于到成就 一切都平等 所以产生的自动 那么现在呢 所有在善巧方便当中 可就不平等了 这是善巧方便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 菩提心成就的时候 障碍没有了 才说入佛中性 又产生的自动 善巧方便字 功德解育 细节清静 最极为妙 具足圆满 智慧广大 犹如虚空 善能观察 助圣警戒 信行愿利 兼顾不当 功德无尽 四所成探 于皆佛所观之障 大菩提出 一夜入海 寄宗妙宝 伟大自者 犹如莲火 自性清静 众生见者 皆生欢喜 贤得利益 至光普照 见无量佛 敬一些法 这文件跟钱 都是相连的了 成就不得心了 那么 所有一些功德 能够令众生得解 要众生方面说 菩萨以这种的功德 力量 能使一些众生 泄脱 不受欲佛所缠 而又菩萨本身说呢 他一切都清静了 没有欲望 没有欲了 那这个欲里 他就含着 泄脱 自在 无否 无作 无奈 功德 解誉 还能有这么多含义 因此才说到 罪及 微妙 具足 圆满 成就究竟佛国 其实圆满是指 由佛国说的 所有一些障碍 都对之 修饰完了 你自己的清静的智慧 清静的福德 没有烦恼 没有烦恼 也没有所知障 二障 捐出 也能以此 教化下重生 在此时候 菩萨的方便 智慧 广大 犹如虚空 经常拿虚空 做比喻 就显着 菩萨的一众生 没有众生 像 就是 泄土的情况 像虚空一样的 观察 祝圣的境界 跟一些众生的境界 平等 前头讲 一切境界 没有障碍 平等 平等 这个句说是 善观察 众生境界 以善观察 众生境界 信 行 愿 立 兼顾不当 功德无见 这些功德无见 就形容 这个 以功德 解除 解除什么呢 一切的 障碍 欲就只是障碍说的 就是都达到清境了 罪集圆满 就是圆满了 把一切境界下 都把它 观成 入虚空 这个要得 很大智慧 要是有这种智慧了 还有什么 烦恼存在吗 因为我像 人像 众生像 还有这些 像存在吗 那观一切 像 接除 虚妄 但是呢 功德无尽 明明知道 一些 助法 如虚空 明明一切 知道 众生 幻化 那 有利于 众生 功是自修 德是 加倍 功德 功德俩子 讲的很多了 功 是修行的功 所得到的 所得到的 智慧力量 又以此 这个智慧的力量 去普遍 教育一些众生 这个无尽的 无尽的 所以功的无尽 同时 回顾 以前 出发心 发了心 而喜的 哼 所行的 法门 这里头 产生了 怨力 在你 出发 有信心 的时候 就要发怨 但你 所行的 当中 也要发怨 怨是贯穿 始终的 从出发心 到成正觉 都是怨 成就一个怨 力度呢 力度是随着 你的智慧的 成长 产生的力度 所以你没有 这个力量 降服烦恼 你没有力量啊 谁也归一三宝了 信仰三宝了 也求三宝加持 力度不够 效果没有 力度不够 效果没有 在烦恼当中啊 你不能 克服 一些欲望当中 你也不能 克服 无力的表现 远要无力 我们现在 虽然是入了 佛门了 有了信心了 信不到位 信要到位的时候 咱们讲 石心位 讲过了 不过 撂撂说一下子 信到位呢 决之前念 秦乐 只是后念不起 总说是这样的 咱们口头上是说 违法妄区 为了护持正法 神明 可舍得 可以看不放下 念舍 生命 护持三宝 那这个得靠 靠你 行的力度 行 产生了力量 再加发愿 发寺愿 处成 处成你这个行 这才能达到 坚固不当 坚固不当 功德无量 跟钱的功德 是一样的了 成佛国 为三四所称赞 余杰佛所观之障 余杰佛所观之障 就观一切 祝福 含障的法障 佛的教化 佛的祈喻教化 要么一切众生 都达到大菩提出 观一切祝福 所含障之 上帝的意思 是功德藏 利益众生的功德藏 乃至佛的本身的功德藏 佛身的实力 似无所谓的功德藏 这个包裹很管的 大菩提出 就是究竟 觉悟 大菩提就是 究竟觉悟 这是成就佛的智慧 从佛果的智慧 解决一切 利益众生的 妙宝 妙宝指着法说的 宝 是能解除众生的痛苦 解决中空的哪难 这个宝妙宝不是四间宝 如果我们得一个宝珠 这个如意宝珠 说你乐了 肚子乐了 一作意 宝珠就献出饮食来 你可以吃饮食 如意吗 天都冷 一作意 这个宝珠就使你 献出了温暖了 或者是 床帆宝盖了 或者宫舍了 楼台变革了 妙宝什么都具足的 所以叫如意宝 这只是大智慧之人才有 大智慧之人是佛 你观吧 佛所含常的就是这些个 大菩提咒 一切自海 众计妙宝 大智慧 但是佛利益众生的时候 佛利益众生 他所四限的 四限的 他跟众生的是相合的 前都讲过了 谁哪一类众生 他四限哪一类众生 但是这四限的 四限是虚幻的 乃至这些功德 说这些个保障 全是虚幻的 本体是什么样子呢 自性 清静 为什么讲莲花做我做比喻 不做比喻呢 莲花有这种的功德 莲花的花呀 清静 相妙 一点微臣都不落的 不沾的 无言 但是他处在于你当中 这些大菩萨功德 是产生的众生当中 是产生的众生当中 清静无言 但是产生众众有言当中 如果普贤恨王 普贤恨愿的时候 普贤恨愿就提到 菩萨利的一切众生 要没有一切众生 没有祝佛 那众佛 都是从利己众生而成就的佛国 换句话说 没有不利是众生的祝佛 那菩萨祝佛利益 众生是活 随众生相 是有言的 不是清静的 但是他自性清静 佛大菩萨本身 他是清静的 现象上 佛跟众生是平等的 理上 他是成就的自性 众生是具足的自性 那就不一样了 差别就很大了 众生见者 一切众生见了祝佛 那见这些个说一地 十一地的大菩萨 皆生欢喜 贤得利益 至光普障 见无量佛 敬一切法 如果见一就 祝生能见到祝佛 能死他心里头 得清凉 功德谢欲 功德能泄脱 一切众生的欲望 所以众生都能得到利益 佛的智慧 普障 我们经常的看 写上 佛光普障 你见到佛光了 才能得到泄脱 所以佛光普障 自作障碍 见不到佛光 佛光是普照的 但你自己的障碍 见不到佛 能这句话说呢 智光普道的时候 是 这些大菩萨 他们 所得到的智慧 他能见到无量佛 他也修成了 他也清净一切法了 这一段文有两重的意思 一种先说佛的功德 其次显 显佛利益众生的智慧功德 那这些个菩萨呢 得了无奈神昧的菩萨 专者教了菩萨说呢 他跟佛平等平等了 真正平等 不自理据 乃至四修 也达到跟佛平等平等了 所行寂静 与祝佛法究竟无奈 横移方便 祝佛菩提 功德行中 而得出生 具菩萨字 为菩萨手 一切祝福 共所互念 得佛的威身 成佛的法身 念力难思 与井一缘 而无所愿 其心往那 无陷无奈 等于法界 无量无边 所证的菩提 犹如虚空 无有边际 无所否则 就是说 得了这个无奈 泄脱自在的 这十种都是禅定啊 都是在定中啊 所行的是寂静 这是菩萨 终日注重上 不见众生相 他在既定当中 讲的历生是否 是光明骗照的意思 而他自己呢 自行呢 自行在寂静当中 说法 定中生会 会即是定 有时候定会 双融 有时候单说会 会即是表定 表三脉 我终日度重上 否没离开三脉 谁来人间四线 没离开涅槃 那利益众生的时候 从借静而起的 方便三角 以佛的无奈字 这些个大菩萨也一样呢 与佛相等呢 祝佛不提 行在佛的功德当中的行 而这出生 出生什么呢 出生一切智慧 去菩萨字了 因为他到了十一地了 所以给一切菩萨上手 在菩萨当中的上手 以祝福共所互念 不是一佛两佛 不两佛互念 他们说得的微神力量 跟佛平等 为什么呢 成就了法神 他们也成就了法神 就修行环本观音 把我们现在大家所具的 没有居住法神 没有修 没有微神 没有方便三角 连自己都度不了 不能度众生 现在我们得到祝福 互念没有呢 我的看法啊 我的想法 我们现在每位道友 只要你做三宝的弟子 都得到活的互念 都得到互念 身前力度 有所不同 这些大菩萨得得 甚深了 广大了 我们现在得 说是佛加持 就是你自心呢 自心所生起的 本具的智慧 光照 我们经常求佛菩萨加持 为什么呢 显现 显现母自心的佛菩萨 这个大家要相信 相信 是华严经的真实的道理 就是你跟佛是平等平等的 我没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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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大家讲过好几天 相信自己 是披露折弄 这个信念 惯实 惯实 至宗 开始这么个信念 这是披露折弄 赶到你最后成就了 成就 披露折弄 披露折弄 那么是光明骗障 你的光明也会骗障 所以 假使 每一位 发布的心者 把自己 要尊重自己 把自己看成了 跟佛 平等 说欠缺的是什么呢 修功 修行的功力 佛是以修成的 我只是本具而已 没有修为 那如果假修呢 谁修谁得 你修了 也得到佛的威神 成就佛的法身 而赐拉瓦斯 这个问题 我们同学之间 请勒瓦斯 那我们算什么佛 这法身不是本具的 本具的没有修为 老法子给我们解释 这叫树法身 树啊 也是清醒的 没有功德力量 佛的那个 成就那个 法身 功德法身 这有差别了 这个差别就很大了 这 借助佛的为神 祝佛在护念 那么现在 因为我们本具 跟佛无二五月 也得到祝佛的护念 但是为什么没有通 没有通 没有通 佛的光是照到我们的 我们自己的 没有通 没有通就是有种业呀 上 他给你中间仗住了 等你把这业消失了 你就当然得到佛的神力了 这自立他力 结合到一起了 你成就的佛的法身 这个就是刚才我上来说的话呀 就说你用念力 念的力量 不可思议 大家想过没有 念阿弥陀佛 升级了世界 但是你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念 有力量没有 念力的大 成就的大 念力的小 成就的小 但是思念了 没有念 那你就什么都没有去中 虽然是本欲的 没有修力 没有念力 说 而我们说 我们以为求生极乐世界 并不是不远景阿 极乐世界是个景界像阿 缘这个境界像 把其他的缘呢 都停歇了 那他人是都不起了 生的戒定会 戒定会也是景阿 缘一缘 而如此缘 这是他一切缘 乃至一缘也没有了 最后连这一缘也没有了 能缘的 所缘的 虚荒 不实的 那得达到什么样子呢 得达到无相 无作 无愿 其心广大 无相 无奈 这这么石灰相评呢 把这个道理讲了 讲了 就是 无相 无作 无愿 才能得到 无奈三昧 一切无奈三昧 你真正达到这个了 那你所证的菩提果位 已经成就了 证都法界了 法界是什么样子 无量无边 就是广大入法界 究竟入虚空 那就所证的 菩提就这样 犹如虚空 现在这里找个边界 那就有树法 一起念有求 那就叫树法 无念无求 那前段讲的念力 念力是无念而生的力量 无念而念的力量 念及无念 念及无念 那你念到阿弥陀佛 心 佛 相合了 没有能念的自己 也没有所念的佛 那这个力量就大了 到这个时候 即没有能源的所欲 能源的心 也没有所缘的井 心井一如了 那这个行为呢 是广大的 无相 无作 空 空都一直是形容词了 形容虚空无障碍 虚空广大 虚空无边 那他形容 形容什么呢 形容你那个心 不过在皇上经不讲心了 就讲性 性就法性 一切 一切 筑法之体 所以无有边际 没有术法 这样的之下 没得术法呢 这才是无奈定 宇宙世间 普作遥移 一切自海 善根所留 可一切众生 做利益事 就是普通众生吧 大肆大胃 普利众生 普作遥移 得在这种的境界向下 采取的大肆大胃 不是看见 纵空痛苦 而起的大胃 是从菩提心 而生起的大胃 是绝后的大胃 那才能够 普作世间摇曳 这是那 佛的智慧海 所留出来的 大肆大胃 摇曳众生 这智慧到什么量呢 能通达无量境界 成就一切清净法 就是 住在菩萨的觉悟之心 来觉有情 自己彻底觉悟 来觉悟一些有情 清净的菩萨 清净的菩萨通责 能随顺 生祝福的菩提 住在菩提心 住在菩提心 得到的是坚固力 那成就这个呢 无障碍的因横 住在菩提心 就是菩萨心 得到的是坚固的力量 这是因为 不耐着因 所成就的 成就了坚固力 清净菩萨种子 能随住佛 成就了住佛 菩提 随顺住佛 菩提 随顺就是 成就的意思 随顺而成就 到十一地菩萨 十一地菩萨 而入来着 无奈三昧 因为说到无奈三昧 就说明了 产生 与一切佛法 皆能三巧 无作无妨 去诸微妙性 成就坚固力 如果我们持戒 修菩萨行 这全是手段 说利益众生 也是手段 用这个手段 达到什么呢 达到成佛 成了佛了 还是要利益众生 利益更广了 更无障碍了 以这种的 不思议的德行 德行啊 行都是德 功德 行得到心 德于心 心行 用此心 那里去证法 这不是小菩萨 二成人 所能达得到的 欲者 没有这种 死量 没这种量 都得自从 这些个菩萨 成就不思议的德 所能的 真正的法 真正的法 什么呢 法界亦如 法界的真心 一切入佛的自在神力 众生是难闻的 但是此外的菩萨 他全都明了 菩萨息致 众生难闻 菩萨息致 什么法呢 不二法门法 诸无相法法 无相法的法 那怎么利益众生呢 孙父荣舍一些诸相 不到正德 真如实力 心里是空的 真空决相 说容了一些诸相 但是呢 而广硕 种种诸法 来令众生 心里的生欢喜 能够理解 能够调伏 能够生欢喜 说如来一些教法 所建立的法 菩萨能知能了 凡夫呢 想也想不到 不知不了 若不二门 这就很难想了 讲什么呢 讲一切的难死 想不到的像 想不到的像是没有像 你想什么 诸无相法就叫无二门 诸无相法 就是入了菩尔门 那离祖相和度不重 众生呢 容舍一些诸相 而那广说 种种诸法 神就伸到这儿 离一相 要四线一些像 明一是一切法 是虚幻的 不是的 而要演说一切法 这是 度众生啊 众生心 他想什么 他想的是什么 他喜欢的是什么 那菩萨 希了之 能称他的心意 转化他 能使他调伏 能使众生欢喜 在这有像无像之内 自在的 菩萨是自在的 这么众生啊 是束缝的 这么的身心 不能等法界 过于过去 现在未来 一切住出阴阴国国 无量的差别 因为放不下 看不破 关照 不到 智慧不明 没有灰灶 所以就不能得泄脱 明明我们的身 跟法界身 没差别 但是我们现在做不到 是有的差别 有的差别呢 就是你那个欲持烦恼的 障碍的差别 本体还是一样的 法界为神没有分别 智慧境界不可雄进 智商荣芒 心和平等 见一切祝福的功德 贬迹 了一切皆 差别次第 这是此为菩萨 若得这无奈三昧了 达到 以法界为神 直到一切住法 没有分别 就是智慧的境界 智慧境界是什么样子呢 不可穷尽 无相 也不是照做的 为什么要讲个无作 虽然修了多少节 修成了 完了回归法界的本性时候 没有照 法界本性不是照出来的 是原来本有的 所以在那个 释迦摩尼佛出成道时候的 菩提树下 说奇哉奇哉 大地众生皆有佛性 证明心很平等 这时候来看 一切祝福的功德 没有边界 也没有什么节 也没有什么差别 也没什么次第 神 其实中央的国度 神骗一些国度 骗满一切身 在一切处 都能说法开释 那个是假的 那是佛的 修的功德 变化 受容的身体 不是真实的 但是他可能给一些众生 所利益 灵一切身 都能得到快乐 咱举个例子说吧 如果我们有什么痛苦 有什么灾难 我们要消灾难 我们经常要打气啊 给世界消灾难啊 求和平啊 能消不能消呢 因为世界的灾难 在众生分中 他是有灾难的 他把灾难当成真实 所以越受越苦 日流说 我们说地上间 那么多地狱 是不是真实的 在受者的人 有业众生 是真实的 在菩萨看来 虚假的 没有 幻化的 但是 佛菩萨教育众生时候 他身 智慧身 充满一些果斗的 有众生做 就有菩萨 说法教化 说法开度 那菩萨那个身 是受容的 他是受容神 是变化的 这是给世间做利落的 不是真实的 但是众生 把他当成真实的 当真实的 说我们经常在苦难当中 求佛菩萨念经 看上 效果有了 效果有了 是转化了 是菩萨加持的吗 外来的吗 是你自身生起的吗 感到你最后成见 成就的时候 你才明白 全是为心事所变 你自己心所变 心上的种种法生 散法也好 那法也好 都是心生的 心生 种种法生 心灭 种种法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童八宗 唱奖花言 力宏地藏 随某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梦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纳称 少龙火肿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 趁愿再来 慈敏独宗 力乐有请 认识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有鉴于现今 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 众生身心 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 为此 慈悲至业 成立中华国际诗诗协会 推广大乘佛教 上供下师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不诗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诗诗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指 海内外共303,025场 不诗蚂蚂蚁 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之 海内外共12311次 两只白狐的选择 狐狸有多个品种 其中赤狐的数量最多 分布最广 赤狐顾名思义 就是毛色棕红的狐狸 在一家动物园里 有个规模颇大的狐狸馆 里面养了八只赤狐 这些狐狸可真漂亮啊 是不是因为 它们的毛发是棕红色 所以就叫赤狐啊 没错 不过赤狐还有一个 显为人知的特点 那就是它的皮毛 能根据栖息地不同 而变换颜色 在黑森林里的赤狐毛发 是黑色 在靠近雪线地方的赤狐毛发 是白色 在黄土丘陵地区的赤狐毛发 则是棕色 这么说 它们就像变色龙一样哦 怎么说呢 它们毛发的颜色 可不能像变色龙变得那么快 你们俩赶快准备一下 有两只特别的赤狐 被送到了我们这里 特别的赤狐 是啊 你们看 天啊 好漂亮啊 白色的狐狸 这难道是珍贵的北极狐 不对 看它的样子并不是北极狐 它们应该是两只毛色变异的赤狐 没错 我们已经鉴定过了 它们的确是两只标准的赤狐 而且还是姐妹俩呢 园长 这两只狐狸是从哪里弄来的 据说这是一位牧民 在雪线附近捕捉到的 你说的没错 看来它们的毛色 真的会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呢 白色的赤狐很少见啊 园长 我看应该把它们单独 关在一个龙舍里 我们这里的龙舍那么少 哪里有空闲的地方单独关它们啊 既然它们是赤狐 那就和这些赤狐关在一起好了 就这样 这两只长着一身雪白毛发的狐狸 被关进了狐狸馆 狐狸这种动物没有欺负新生的陋习 老居民和新来者 彼此嗅吻一下对方身上的气味 便算互相认识了 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这两个家伙 它们在自命清高呢 按照惯例 新来的狐狐狸 应该主动低着头 走到狐狸群里 年纪最大的那只狐狸面前 让它绣纹身体 请求被接纳才对 只是这两个家伙太自以为是 觉着自己漂亮 便没有把这些赤狐看在眼里 不是吧 她俩到了人家的地盘 还这么高 妈妈她们好漂亮啊 是啊 简直就像公主一样美丽 即便她们很漂亮 也应该先来拜见我们 这两个家伙 实在太不懂规矩了 是啊 对于这样不懂礼貌的家伙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她们年纪那么小 而且又刚被抓到这里来 自然会感到紧张 既然她们不敢过来 那我就过去和她们打个招呼吧 你看 老狐狸屈尊 亲自过去迎接那两只白狐了 这只老狐狸是狐群的首领 一直非常善良 另外那些狐狸都很尊敬她 看来这两只白狐 会很顺利的融入这个族群的 可是 我怎么感觉那两只白狐 根本就看不起这群赤狐啊 你这个肮脏的老家伙 不要靠近我 对 你快离开我们 啊 你们说什么 你们这两个没有教养的家伙 这里不欢迎你吗 到了我们的地盘还敢放肆 咬死他们 对 竟然敢侮辱我们的首领 咬死他们 算了 既然他俩不愿意和我们为伍 那我们也不勉强 以后各过各的日子好了 姐姐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不能和那群赃狐狸在一起 从那以后 这对狐狸的日子变得异常艰难 近时时赤狐门总会一轰而上 把石草围得水泄不通 那两只白狐根本无法挤进去 只能顿顿吃 残渣圣羹 哎 食物又没有了 姐姐 我好饿啊 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顿饱饭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绝不能和他们一样 哎呀 下雨了 赶快躲进去 姐姐 下雨了 我们也赶快躲进棚里吧 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挤在一起 走 我们到那里吧 赤狐门都不愿再搭理这两只白狐 也从不和他俩玩耍 他俩整天蜷缩在龙舍附近的脚 角落里显得异常孤独 几天后 白狐妹妹有些受不了了 我也好想和他们在一起啊 你要干什么 不准过来 离我们远点 你一身白毛 看着就讨厌 哦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还要这样过日子吗 哼 半个多月后 这对白狐瘦了整整一圈 但是姐姐却依然保持着高傲的姿态 从没表现出要降低身份 与那群赤狐修好的态度 而妹妹则越来越频繁地混进赤狐群里 也不管赤狐们欢不欢迎她 渐渐的赤狐们对白狐妹妹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了 姐姐 雨实在太大了 我们也去棚里避避雨吧 我们怎么能和那些僧狐狸挤在一起 不准去 可是我感觉好冷啊 姐姐你不去的话 那我就自己去了 让大雨这样连着我受不了了 你别做梦了 你以为他们会让你进入他们的棚里避雨吗 他们的首领很慈善的 只要我们哀求他 他说不定会答应的 哀求他们 我们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情 姐姐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们吃不饱睡不好 如果还这么自明不烦下去的话 我们会死掉的 即便死掉 我们也不能放下自己的身份 我们和他们可不一样 我们和他们哪里不一样 大家都是狐狸啊 你不去 那我自己去了 雨下的太大了 能让我也进来避避雨吗 来吧 到这里来吧 谢谢 真是太感谢您了 哼 这个没补气的家伙 我 白狐妹妹和赤狐的关系越来越好 又过了半个月 她身上的毛色竟然逐渐变红 那红色一日深色一日 不到两个月 她便变成了一只标准的赤狐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她那一身雪白的毛发 竟然完全变成了棕红色 看来她现在应该完全融入了赤狐种群了 没错 可是她姐姐却直到现在也不愿融进去 她这样下去的话会很糟糕的 姐姐 你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只要你愿意 这里的手里是很愿意接纳你的 姐姐 你不要和我说话 哼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竟然也变得和那些脏狐狸一样 离我远一点 啊 姐姐 你 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 以后你不准叫我姐姐 白狐姐姐真是顽固不化 是啊 白狐妹妹是聪明的 如果她也像姐姐一样 死守着自己那身白毛的话 她永远也不会和赤狐打成一片 永远也休想改变自己不利的处境 又过了一段时间 白狐妹妹的身体越来越强壮 在群体里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而白狐姐姐终于病倒了 动物园只能将其从狐狸管里移出 怎么搞的 她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 别提了 这个家伙自命清高 完全和狐群融不到一起 难道她为了自己心里所谓的高贵 对 连命都不要了 客观地说 那身洁白的狐毛 确实比棕红色的狐毛 要美丽的许多 但它的价值是否在生命之上 是值得深思的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